很討厭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制服太醜了 所以你比較喜歡現在每次都穿弄 對 為什麼 因為這樣感覺比較自由 很方便啊 因為不用挑選衣服就可以出 直接出門了 比較喜歡現在可以每天穿運動服的方式 因為以前都會忘記到底要穿什麼 之後就會忘記今天到底要穿什麼 就是感覺不要穿制服 因為制服在下課的時候 就是要去操場玩的時候 感覺卡卡的卡住 然後穿運動服的時候 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因為它比較伸展的開來 可以給他穿 變得比較好 不要再穿 為什麼 很麻煩啊 每天都要換來換去 比較好活動 每天要穿什麼就穿什麼 非常的自由 我會做這個DFC的比賽就是因為我自己就有過 因為挑衣服的上學遲到的經驗 然後其實一開始我不抱很大的希望可以讓學校聽到我們在講什麼 然後其實我們在訪問的過程裡面 有些人意見跟我們一樣也有遲到過的經驗 可是有些人就是很喜歡現在這樣子超自由的方式 然後我希望以後可以有人 以後不會再有人跟我一樣因為挑衣服上學而遲到 在這次的訪問過程 訪問同學的過程中 我發現很多同學的 就是習慣跟我們差不多就是 之前他們比較喜歡現在的穿梭方式 不喜歡現在的 因為之前我有時候會穿錯衣服 然後現在就每天只穿運動服就不會挑錯 希望以後學校可以 所以就都是這樣子的穿梭 雖然一開始我覺得學校應該不會聽我們的建議就改變規定 但是我們還是努力把它做完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好棒棒